我的cp注定happy 可cp是我第一 这个节目很节目 很浓吗 刚刚我看到路斯已经在 已经开始唱歌了 哎呦好呦还好我走来了 看得到吗现在 看得到吗现在 不好意思有点过了啊有点过了 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个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恋爱后把 恋爱后把 就是也是因为 对对也就是 我真的是觉得就是 就是很甜 很有谈恋爱的感觉 哈哈哈所以我 比较深刻在后面但是又不能说 你喜欢了这么久这个男生他居然 也喜欢你然后 你就会觉得啊真的吗 但你不敢相信 你先安丽吗你先嘛 好不好 这样我先 先嘛 哈哈哈你好好说 哈哈哈 这么安丽不出来好吃 这边不是 哈哈哈 哈哈哈 不是安丽不出来是我我在想 有太多可以说的了 要先说哪一个 嗯这个时候要不就我们路斯 哈哈哈 你很好 但你对所有人都很好 对 就印证了这个词 哈哈哈 我刚刚我哭成这样吗 你哭的当然比 我就是 浅浅模仿一下哭的肯定比我好看哈 那就过了 那你就过了 那你就过了 我过了 专家许是全世界最帅的男生吗 当然了 哈哈哈 你哈哈哈 你你这个当然很不诚恳 哈哈哈 对没错 那这个当然还发了白眼 当然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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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子就是 因为女孩子 也科普啊 就是纯科普了 因为女孩子在谈恋爱 波谷谷也不是谈恋爱 就是她对我喜欢的男生说 她希望自己是特别的那个 唯一的 对 她希望自己是特别的是唯一的 然后呢 对 大家发现你要是对所有人都很好 那你就只能被归 归类到中央空调里面 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呢 就是对所有人都很好 那也不是只是想 因为我好 所以才想对我好 而是因为对所有人都好 就会让女生就是非常的失落 但是对丧志肯定是最特别的那一个 是啊 但是因为从小 跟丹佳许就有这样的关系 因为经常跟我哥在家 然后从小都有这样的关系 所以到后期 你真的在想对我好的时候 我就真的会觉得 因为你本来一直都对我很好 所以为什么到后面一点的时候 桑芝一直就get不到 就是说 你对我是有别的情感吗 他一直就get不到 因为从小也都对她很好 对 他已经觉得自己不再是 那个特殊的那个女孩了 所以他一直就 对你不敢有非分之想 对你不敢有非分之想 小时候的那种好 可能比较多的就是想要好好学习 或者说要想给你树立一个 比较好的三观 对就比如说什么 你受欺负了 你要回去告诉你的爸爸妈妈 告诉你哥哥 你要怎么怎么样 但长大了之后的那种 内容好还是 是那种想 就不是那种什么 你怎么突然猥琐起来 怎么回事啊 长大了之后的那种 那种好还是 你是那种想 就不是那那种什么 你怎么突然猥琐起来 怎么回事啊 你们懂得就好 你们懂得就好 我们是主打一个超喜欢人 但是我不知道剪没剪掉啊 别害怕 哲也别害怕 我们面对我们一起面对过我 别害怕 坐下来请坐 本来想在你面前是吧 就是有一个哥哥的样子 比较沉稳是不是 但是你这个一来到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我很喜欢的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